最近梅西的比赛确实太跌宕起伏了 以至于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球迷留言评论说 这就是剧本 简直就是写出来的 确实 最近梅西的比赛太精彩了 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后 一路带领球队夺得联盟杯冠军 决赛更是点球罚到了第十轮才决出胜负 而今天的公开杯半决赛 国际队更是0比2落后 追成2比2平 加时赛反超后又被追平 最后还是点球大战决胜负 真的是充满了悬念又一次次精彩的反转 开始以为只有中国的球迷怀疑 没想到的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球迷怀疑 这是不是剧本 对于球迷的质疑 麦阿密国际队的老板之一贝克汉姆进行了回应 贝克汉姆说 每当梅西打进一球 每当布斯克茨送出传球 每当阿尔巴做出跑位 人们说这是剧本吗 这是人们能给出的最大赞美 因为这就像电影 然后他继续说 你观看这些球员踢球 非常令人激动 因为他们所有的表现都很美妙 他们的举止都很美好 他们每个人在场外的一切也很美好 小辈确实说的很有艺术 首先承认了球迷的质疑 继而实际的意思是 这些天才们的出球 传球和出神入化的技术 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即回应了质疑 又赞美了球队的表现 简直是一箭双雕 麦阿密国际队公开杯决赛对手 和决赛时间都已经揭晓 对手是休斯敦迪纳摩 比赛时间9月27日 到时候是不是梅西的第45个冠军 顺利到手呢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